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留下蟹爪蟹爪 蟹爪给它出花 什么时候吃菱角肥好呢 咱们就以这个时间段给它施肥是比较好的 那么是哪个时间段呢 接下来就跟大家一一的详细说一下 合理的给它施菱角肥有利于它快速开花 那么什么时候给蟹爪施菱角肥比较好呢 下面就跟大家讲一下 等这个秋天降下到28度之后 再给它吸用一点脚肥是比较好的 记得多久用一次呢 咱们就根据这个使用方法来决定吧 首先呢 如果是这个页面喷湿的话呢 咱们就是以大概七到十天给它喷一次 就是在这个天气晴好的傍晚 给它进行喷湿是比较好的 给它喷完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多东风啊 另外呢就是灌根了 灌根的话呢 咱们就是以十到十五天给它灌一次 也是在一个晴天的傍晚进行 浇灌完整就呢 也就是把它放到一个晚进通风下去 让它正常的生长就可以了 一克对上一千五百毫升的清水 给它喷叶 浇灌 就是一克对上一千毫升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进入秋季呢 这个九月份到十月份给它启用 这种灵甲肥是比较好的 一定要记住 好了 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